哈喽大家好,我是老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残忍女孩被邻居轮流照顾 时间一长暴露出丑陋人性的高峰恐怖片公寓 世珍是一个单身白领 在一个店里做涉体工作 因为工作不讨小,领导半夜就要把她找 为了赶进度,世珍经常工作到半夜 这一天,下班的世珍走进地铁站 世珍在前面走,后边却有一个红衣少女相随 一会儿抽烟,一会儿闹,还和世珍开玩笑 你不孤单吗?啊,洗碗 可这两人明显不在一个频道 红衣女一看,世珍不吃她这套 一咬牙一跺脚,就要拉她跳车道 世珍哪能开这玩笑呢 一使劲把她推进了地铁道 哐吃一声,红衣女当场死笑笑 在这之后,世珍好像着落到 晚上经常做噩梦,还总出现幻觉 闹了她是夜不能寐,精神也越来越差 这一天,世珍在公园散步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坐轮椅的残疾女孩,允恩 两人很谈得来,允恩还送给她一个魔方 让她没事的时候玩一玩,有惊喜哦 最后,允恩还说出了和当日红衣女差不多的话语 你不孤单吗 难道她也想自杀,正让世珍开始注意她 允恩住在世珍公寓对面 晚上没事干的时候,世珍总会拿起望远镜观察一下 这一看不要紧,竟然发现了大事件 她发现对面公寓的灯总会在晚上9点55分集体熄灭 第二天,对面公寓就会发生诡异的命案 而且,她还经常看到允恩被人虐待 还向她投来求救的目光 世珍是有心帮忙,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这天晚上,如往常一样,她又拿起了望远镜 定睛一看,呵,一个男人站在自家阳台 二话不说,翻身而下,跳楼身亡 此时,正是晚上9点55分 世珍隐隐感觉这事不正常 第二天,她早早来到警局 把如此诡异的事告诉了警察 没想到警察不仅不上心 还说她偷窥犯法 呵,这脑回路也是如此清晰啊 世珍没有办法,只能自己展开调查 为了防止更多的人被害 世珍还给对面公寓管理处发了一封邮件 一看锁命时间就要来到 她还是不放心 她非要去对面瞧一瞧 一路小跑到门口 世珍又看到,一人从上而下下来报道 没错,又一个自杀的 她吓坏了,她想起了允恩 她怕允恩也着了道 第二天,她一早来到对面公寓 挨家挨户窍门 让他们不要在晚上9点55分洗灯 顺便寻找一下允恩 但是却被人当成了神救病 也不怪他们,哥,我也不信呢 就在她说起允恩的时候 公寓里的住户却像见了鬼一样 啥也不肯说 越是这样,世珍是越不放心的 她就使劲地问 没想到,人毛的邻居就要告她非法骚扰 就这样,世珍被送进了警局 回来的时候,世珍正好碰到对面公寓 一个学生们 学生们非常相信世珍 她是新搬来的 她也感觉这个公寓不正常 她很怕怕,她不敢自己回家睡觉 世珍就送给她一个神奇魔方 没错,正是允恩送给她的那一个 不要想那么多,没事你就玩玩魔方 另外,晚上9点55分 千万别关灯 学生们回到家里,就玩起了魔方 这越玩越感觉不对劲 突然,她听到窗外楼道有异想 学生们好奇地向外一瞧 差点没把她吓尿 一个诡异黑影 冲她灵异一笑 魔方挺好玩啊 给我玩玩呗 学生们吓坏了 赶紧锁进了被我 此时,9点55分又来到 一对夫妻家里的灯瞬间黑掉 妻子坐在梳妆台前是猛吃药 一看就是中了邪魔歪道 此时,丈夫醒来 看到妻子大半夜不睡 就想上前说道说道 啊嘻巴 可这妻子明显不听话呀 拿起针管就往老公身上砸 两人是一阵比比划话 不一会儿,妻子还是被KO了 接连发生命案 警察也感觉到不对劲 终于展开了调查 另一边,世珍因为最近状态不好 上班老迟到 就被老板叫出来单聊 你再不好好干 就要被开除了 啊嘻巴 世珍哪能听进去这一套 他一心只挂着夺命时间 9点55分 一看时间快来到 他就赶紧往家里跑 这一次 他看到了坐轮椅的允恩 如往常一样 正在被老太婆欺负 是毫无还手之力呀 世珍终于看不下去了 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望允恩 却莫名其妙的在门口昏倒了 醒来的时候 欺负允恩的老太婆已经死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这个时候 警察终于查到一些线索 那些在9点55分准时死掉的人 全都拥有同一把钥匙 这不简单了吗 用钥匙试一试 准能找到线索 于是警察就拿着钥匙挨家挨户的事 转眼又到了晚上 9点55分 没想到还真让他给试着了 然而还没等他打开房门 偷赶背后一股杀气袭来 回头一看 一个长发小伙拿刀就要戳自己 幸亏这警察也是练家子 三下五川把长发小伙给撂倒了 带到了警局 本以为这事儿终于有了眉目 没想到这小伙儿竟是个神经病 问啥啥不说 另一边 师真和选手们在网上也查到一些线索 原来永恩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 在那之后 邻居们开始轮流照顾他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但久而久之 邻居们就露出了本性 青年男人把他当成工具 总是在夜晚侵犯他 被儿女抛弃的老夫人强迫他吃饭 不吃就打他 还恶语相向 还有一对夫妇竟然把永恩当做了药物的试验品 就这样 永恩彻底变成了一个受欺负的百物 终于 在圣诞节这一天 绝望的永恩割腕自杀了 死亡时间正是9点55分 也就是说 师真之前看到的永恩其实是个鬼 公寓的人近年死去 其实是永恩在复仇 事情都查到这地步了 赶紧逃命吧 能斗得过滚吗 师真却不肯放弃 他和学生们在魔方上发现了新线索 上面竟然写着死者的房间号 只剩最后一间住户还没有遭殃 不得不说 师真是心真大 你跟人家不是好朋友吗 还想着救别人 他来到最后一间房 才发现房间主任也早就已经死掉了 与此同时 被抓到警局的长发男子 也开始讲述永恩的生前遭遇 原来永恩死后 长发男子就搬到了永恩的房间 他遇到了永恩的鬼魂 了解了永恩的一切遭遇 他每天都在经历永恩生前被折磨的画面 他疯了 他开始穿裙子 留长发 把自己想象成了永恩 其实就是人格分裂了 讲完这一切之后 他终于不堪压力 举枪自杀了 另一边 了解真相的师真 来到了永恩的房间 这还真是明知乌有鬼 偏向鬼无形啊 就这样 师真把自己给作死了 他碰上了永恩的鬼魂 永恩可不管什么好朋友不好朋友的 他直接上了世真的身 控制他跳楼自杀了 死在了警察和学生妹的面前 影片最后 警察又搬进了永恩的公寓 这到底是什么操作 难道不知道这里有鬼吗 学生就问他 为什么要搬来这里呢 不怕鬼吗 警察说道 你觉得憎恨会消失吗 也就在此时 两人发现 死去的世真 竟然回来了 此时正是9点55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不要偷窥 你偷窥别人的时候 说不定别人也在偷窥你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